OK,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Ran,真的好久不見了 其實這段時間很多人私訊跟我們聊Girls'Planet 包括問我會不會做像produce48的介紹 還有對節目的看法之類的 但是因為這次參賽者的經歷範圍太廣 再加上我比較晚才進入這個節目 所以時間上真的來不及製作 不過我都有在第一時間準時收看 那時間真的很快,來到了最後一集 這集想來跟大家聊聊 並且回顧盤點這最終18位參賽者 瑪雅作為盲內在這個節目中一直展現出有趣 活潑開朗的一面 雖然是可愛的形象 但探索站帶來強勢的舞台 也被導師選入Top9後撲 比賽的過程中他都發揮得蠻好的 尤其是在選舉上 好像都非常適合他的風格 因此更容易能夠掌握 表現力也相當出色 不過我覺得導師也說得蠻好的 不要只是看瑪雅愛笑 其實他都已經在腦袋中夠想好 金修緣在探索站就展現出非常強烈的氣場 雖然在主題曲K組排名第19 但和身旁第一第二名的隊友相比 卻完全不遜色 眼神表情處理相當有自信 也反而成為這組唯一的Top9候選 讓人為之一亮 不過後來的發展我都覺得蠻可惜的 Healing Park的表現 鏡頭把握的都不錯 存在感也強 但排名都不是非常漂亮 第二次排名一次還是靠著Pass才頂進下一輪 第三次公演雖然有點悲情掉出Snake 但反而好像也成為了轉機 還成為U Plus Me的C 最後這組勝出拿到福利 第三次排名壓線第17競技總合賽 黃星球雖然在舞蹈實力方面 明顯是屬於比較落後的選手 但他還算是努力派 不行的就一直加強練習 他也明白知道自己的實力跟不上 學武速度比較慢 可是到了節目越後期 尤其像是第三次公演 剩下的選手實力都蠻好的 而黃星球的缺點也跟著明顯被放大 就排名來看 他雖然在第二次排名一次殺進到Top9 但中期和第三次都下滑 紫羅歌唱真的沒話說 尤其我從Cherry Bullet出道就有在關注 所以很清楚他的實力 不過在探索戰的時候 他也展現出舞蹈正面 並成為了Top9候 但其實除了本身的實力外 我覺得更值得注意的是 身為隊長、領導能力這方面 真的很用心的在幫助隊友 耐心教導比較落後的選手 而最打中我的部分就是 他為了能夠更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 還特地學中文 另外在態度方面也是很吸引我的點 好像很少有表達過負面情緒 很正向的一個人 即使被分配到不擅長的rap 也努力克服 老實說 我還真的沒有想過他會唱饒舌的這一點 文哲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有趣的選手 雖然他在一開始展現出強悍的戲場 但事實上他非常幽默搞笑 而且還很放得開 想法也很直算 不過也有認真嚴肅的說 雖然在第一次排名是文哲所屬的Cell 以一名之差淘汰 不過也起死回生 透過Pass 晉級下一輪 喔這個心情真的是雲霄飛車吧 而晉級後的他也不是原地踏步 相當努力的展現 也在第二次排名一次有所突破 兄弟8夜的人氣相當高 YouTube個人直拍的點閱更是驚人 不過述我直言 他在節目裡的鏡頭真的不多 整個比賽過程中 也沒有出現比較特別大的狀況 所以我就特別去看了直拍 發現或許就真的是平穩 所以在整個節目也沒有被導師特別點出什麼 那他在最後主題曲任務的個人直拍 按讚數拿到第一獲得福利 瑞士有夠同心演員、兒童組合 還有女團的經歷 可以說演藝經驗相當豐富 所以雖然作為盲內組登場 但他在節目裡的表現非常成熟 不管是在應對進退、回答 幫助其他參賽者 還有舞台的感情投入上 我都覺得他滿超靈的 在最初的探索戰也單起帶領的角色 並展現出舞台專業表現 臨場反應相當出色 充容而且臨位不亂 不過比賽過程中 有時候人會礙於年紀不太敢跳出來 排名有點可惜的是 雖然最初被導師選為TOP9第二名 第一次排名是第八名 但接下來就再也沒有進入前九 精彩圈歌唱具有實力 富有魅力 第三次公演表現有些不穩 少留下遺憾 排名雖然幾乎都落在出道圈 但都是在後段 第一、第二次排名是第九 中期排名第八 而第三次就落到第十一 另外我還觀察到他滿會閱讀空氣 願意傾聽隊友、發覺問題 像是進度太快、隊友跟不上之類的 他都會發現 所以其實在探索戰時 以SOLO登場獲得全場好評 真的是相當具有實力的參賽者 而他在自身的程度也有所了解 因此也充滿自信 他說過需要展現出最自信的一面 不然大家也不會享受 注意力也不會在你身上 不過這份自信 似乎也因為在第三次公演而換Part 以及老師的批評上被打擊 排名一項都還算穩定的他 卻在第三次排名一次 是首次疊出出道圈 個人覺得第三次公演換Part的插曲 對於排名的變動真的是蠻關鍵的 好那就先講到這裡了 因為時間關係 怕週五直播前來不及製作完畢 所以趕快分成上集 跟大家先討論 那我要趕快去製作下集了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還麻煩幫我按讚加分享 那我是阿優人 我們下集見 掰掰